疫苗施打乱象又一起 台北市西园医院原本规划 今天上午要替万华区两个里 没有预约的长者接种疫苗 但是院方昨晚突然以 北市卫生局疫苗来不及配发为理由 上午的接种时段临时喊咖 引来李民骂声不断 院方今天一早紧急派工作人员 到卫生局领疫苗 拖了一个小时 九点半才开始接种 政策反反复复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也赶到现场了解状况 而院方回应说 是为了有效分流 才会加开上午的接种时段 也承认违背了北市府的 疫苗配送规定 让接种过程变得这么混乱 乔轮老半天延误了整整一小时 新元医院接种站 终于如期在早上九点半 开始施打疫苗 这一针真的太不容易 政策峰回路转差点打不到 前两天通知的是下午打 昨天晚上临时通知 变成早上打 暗论都丢了 就是收到这张里长寄来的通知单 西元医院原定16号下午 接种没预约登记的347人 为了做好分流工作 院方在15号上午宣布 加开早上的接种时段 但直到晚间九点多 得不到卫生局配送疫苗 及时通知里长可能要取消 两小时过后 卫生局才致电回复 院方可以到卫生局领疫苗 但医院人员回复 人在领口不方便领取 直到接种当天 接种站已经出现排队人流 赶紧在早上八点请工作人员去领疫苗 拖了整整一小时才开始接种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疾管科的同仁 就通知他们来领取 但是他们的同仁可能他住的比较远 他说他十一点多他已经休息了 他今天早上再来领取 确实是有些误会啦 下午一个下午我没有办法打347个人 可不可以请李明挪到上午打 确实也违背了市府的一个共同的宣誓 院方为了分流乱了套 和北市府没巧好 搞得接种过程乱糟糟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昨天全台开放85岁以上的长辈 施打疫苗 不过在台中却传出两起疑似 施打疫苗之后不幸身亡的事件 首先是南屯区一名90岁的阿嬷 昨天白天施打疫苗之后 到了晚上出现了意识模糊 发烧等等情况 没想到送医急救之后宣告不治 而另外一起则是在西区94岁达工 前一天注射疫苗 到隔天早上家人准备叫他起床 发现他没有意识已经明显死亡 市长卢秀燕表示有接获相关的通报 目前确切的原因还在了解当中 也会呈报给中央 并请区长 里长来协助处理 后续的相关事宜 15号开始连续三天 台中开放85岁以上长辈 施打疫苗 施打情况相当的踊跃 但没有想到却传出 两起疑似施打疫苗后的死亡事件 一名住在南屯区90岁的阿嬷 白天施打疫苗后 晚上出现了意识模糊 发烧等情况 家人赶紧打119 请救护车送医 但没有想到急救后宣告不治 家属难过不愿多说 里长说阿嬷患有阿兹海默症 平时都好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打完疫苗后 会突然走了 会协助家属处理相关后事 另外一起则是在西区 一名90多岁的阿公 有阿兹海默症 糖尿病 高血压等病史 前一天打完疫苗 今天早上 家人准备叫他起床时 发现没有意识 已经明显死亡 而家属私下表示 长辈打完疫苗后 没有觉得不舒服 应该是与疫苗无关 那我们这个台中市的 疫情指挥中心也会了解 我们也会报给中央 那总而言之 因为昨天晚上刚发生 那我们现在还在追踪了解当中 而市长卢秀燕表示 有接获相关的通报 目前两位老人家身亡的确切原因 还在了解当中 也会承报给中央 而医师也建议 长者施打完疫苗后 可能会出现感冒症状 倦带不舒服等情况 要多喝水 多休息 家人也要多多注意 长辈的活动力 接讲乌府宴 台中报道 国内的本土个案 现在看来似乎有下降的趋势 但当心社区当中 可能还是潜藏着病毒 指挥中心证实 近期在两处的污水监测处 测到了新冠病毒 但地点在哪 目前是还没有公布的 而专家分析 本土病例大增 污水含病毒还算是正常 而可能来源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主要透过 英国的流行变种病毒株 透过了空气微粒 冲到了污水当中 而另外一种就是 经由排泄物粪便 进到污水系统 而必须注意的是 如果病例下降 不过还是在水中测到病毒 就代表着社区当中 有隐藏个案 病毒无孔不入 连水沟盖下流动的污水 也能潜藏新冠病毒 指挥中心证实 近期本土病例大增 全台污水监测系统 共有两处验出新冠病毒 而国内专家分析 病毒进入污水系统 可能有两种途径 病毒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 附在口腔 鼻腔 脸部 甚至排泄物 在离开人体 一样会在环境中存留 而台大公外学院教授 陈秀希也认为 其中一种途径 就是英国变异株病毒量高 透过空气悬浮为例 或是灰尘等途径掉落 冲到污水中 第二种可能就是 透过确诊者的粪便 排入污水 但新冠病毒主要是从呼吸道排出 除非病毒量极高 才有机会经肠道排出 这个机会非常低 而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 王任贤则表示 污水监测系统 侦测到新冠病毒 代表社区有人确诊 或隔离病房的污水 没有另外处理 如果说这社区都没有确诊病例 但是它污水系统一有病毒存在的话 它就要小心了 就是它的住民就要去筛检一下 有没有新冠病毒感染 这次就适合引进社区的广筛跟快筛 去针对整个住宅区的部分 做全面性的筛检 这样更能够有效的去找到 所谓的一些隐藏黑素 专家认为环境裁检能辅助社区疫情监测 但要找出传播链 还是得靠区域扩大筛检 加上疫调才能理清 这综合报道 台湾疫苗供货不足 不少在4月份自费施打第一剂 AZ疫苗的民众担心 万一这间隔拉长超过12周 还打不到第二剂 保护力会不会失效呢 像是指挥官陈时中 他早在3月22号就已经打第一剂了 不过到现在已经超过12个礼拜 也还没打第二剂 不过就有专家认为了 虽然目前科学实证不足 但理论上来说 疫苗第二剂拖延几个月施打 对个人的抗体产生 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只是万一中间遇到了疫情的大流行 感染几率还是高 越晚施打 整个社会的防护网 就越难建立起来 晚起衣袖带头施打AZ疫苗 3月底为了提高医护施打意愿 部长陈时中亲子上阵 但距离第一剂 都已经间隔超过12周了 部长却还没打算打第二剂 就有不少4月自费 也打了第一剂的民众担心 台湾疫苗不够 第二剂超过三个月施打 会不会没有保护力 以其他疫苗的经验来看 我们发现说 两剂的时间间隔很久 其实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疫苗的效率的 负责我们免疫记忆的是T细胞 T细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会有好几年持续的时间 它不会在几个月的时间 就突然失去免疫记忆 专家分析AZ疫苗 一二剂一般建议间隔8到12周 以部长来说 3月22号打第一剂之后 12周大约是6月13号就该施打第二剂 但只要疫情能够控制 间隔16周再打甚至20周 保护效果也许都还经得起考验 莫德纳他的正式建议 他最好一个月就要打第二剂 他的第二剂对他讲很重要 因为他第二剂打下去 他的抗体才会高起来 那保护力才会更好 民众担心第一剂白癌针 但指挥中心强调 这回日本捐赠的AZ疫苗 有部分会留给4月打了第一剂的民众 近期也还会有疫苗到货 大家不用过度焦虑 解这么倒 感谢观看